那新闻一玩一玩拉新闻 欢迎你收看今天6月1号的拉新闻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玉寇 本周的周六 也就是6月6号 就是罢免韩国瑜的投票决战日 而今天呢 跟前几天 罢韩团体所发动的游行 以及黄丝带的集结的活动 都让热情的罢韩支持者 他们继续的延烧 对于挺罢韩 这个情感上的高度支持 那韩国瑜这边呢 却在礼拜六的 罢免韩国瑜的说明会当中缺席 第二天呢 他人也不见了 我们后来发现 他在5月份的时候 6日两天都没有公开的行程 今天有一个说法 是说对于6月6号这一天 他有5部 但是高雄出身的作家 苦林告诉大家 罢免韩国瑜就是罢免 那个支持韩国瑜的 吴思怀 叶玉兰 王洪威 这个等人 换句话讲 在一片对于中国反感的氛围当中 罢免韩国瑜的 这个投票的结果 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指标吗 我们今天来好好的讨论 同时赫然的有选民 他们接到电话发现 原来国民党发动了他们在高雄的党部的人士呢 居然他用打电话的方式 叫大家不要去投票 不是投票 是不要去投票 这个有违反民主 这样的一个 法治社会的一个嫌疑吧 国民党敢公然这样做呢 此外我们来看 在中国的时候 罢免韩国瑜的 氛围极度的上升的过程里面 柯文哲夫妻都有动作 柯文哲的民众党 他们挖来了一个 在国民党里 其实不是很齐眼的人 担任秘书长目的何在 同时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 居然炮打陈时中 他们是想在韩国瑜 被罢免之后 来吸纳蓝鹰的选民吗 民众党如果靠向这个蓝色的艺术形态 那么他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重党 他未来的前景将会是如何 我们也跟各位进行深入的讨论 同时今天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惊人的 爆料的追踪 那就是蒋经国本人在他的日记里面写到 张孝岩跟张孝慈这一对软生子 不是他的儿子 而是他朋友王继春的儿子 我们今天请到了黄鹏孝先生 到节目现场来告诉我们 蒋经国到底是不是张孝岩 张孝慈的父亲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有50%可能不是 因此现在很多人认为 张孝岩跟蒋万安 也就是当年姓张改成姓蒋 似乎并没有DNA上血统的 百分百的科学的连结 蒋万安要在政坛上继续打着 蒋家第四代这样的一个招牌 是不是需要接受非常严格的DNA检验呢 这个题目非常的严肃也非常的重要 我们在节目里面要好好的为大家追踪真相 首先为各位介绍六位来宾 第一位他是高雄人 温朗东 大家好 谢谢民进党的高雄市议员林志宏 大家好 好 欢迎你 他也是这个蓝营出身 过去在刘少康办公室 不过在韩国瑜选举的时候 你就唱衰韩国瑜 果然他没有当上总统 那这一次罢免韩国瑜 究竟在高雄蓝营的部分的人士 他们是怎么看的 也请黄鹏孝来告诉我们 鹏孝 大家好 好 欢迎你 今天有一家报纸关门了 这家报纸 我跟明凤都待过 是 电话网报 明凤 杜姐好 大家好 好 这个也是媒体人出身的 李明贤 大家好 好 谢谢 媒体人出身的 尚医夫 大家好 好 其实只没关门 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不管蓝的或是绿的 这个编辑政策的媒体 都碰到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非常不赞成幸灾乐祸 好 我们来看 指定他到赣州去 就这样的一个 这种历史上面那种偶然 我母亲跟父亲在赣州相遇了 相爱 国民党荣誉副主席蒋孝言 当年侃侃而谈 深母张雅若 和前总统蒋经国的邂逅 然而这段罗曼史 和蒋孝言的绅士之谜 却和当年的首书 有不小落差 这个梦见的网友寄春 以其并坐于河边之大树下 一张张黄色手稿 都是资深媒体人黄青龙 从美国胡佛图书馆 今年首度公开的蒋经国日记里 一字一字腾出 其中1954年10月30号 这一段写道 梦见已经罔顾了知己好友 王继春 在世时曾和一位张姓女子相识 未婚生下了双胞胎男婴 然而在桂林生产时 因为曾在医院担任保仁 后来就误传男婴为蒋经国所生 直到张姓女子病故 面及网友 所以仍然协助维持生活 不过这一段秘心充满了疑点 安排先母到桂林 到广西去 考虑到我们的安全 这个王继春还活着 因为王继春是1943年的3月才过世 生产的时候 应该王继春要在桂林才对 那怎么会是找蒋经国去当保人 张亚若生产的时候 人在桂林 而当时蒋经国人是在干男 黄青龙认为 考骑和蒋孝岩的印象有些出入 而且蒋孝岩和张孝辞出生时 蒋经国日记里 曾提到属下拍电报告知 而他也为友人得子感到欣喜若狂 反应太不寻常 又在十几年后 才在日记里提到梦中所见 似乎别有考量 我认为他这一段的日记 比较有可能的情况是写给爸爸看的 希望爸爸不会因为 而闻到这些事情 而造成对培养这个儿子来接班 而动摇 刚看知道了之后是很惊讶 很惊讶 然后他也有一个反应 就是说 不知道如果他 他的母亲还在的话 知道这个记载会有什么反应 是否写云鉴定 事情攸关蒋校园和立委蒋万安的身世 不过当事副资党低调不多谈 也给了外界想象空间 蒋家人 因为蒋经国曾经说过蒋家不从政 可是非嫡系的蒋万安 现在在政坛上 而他未来代表国民党去选台北市长 甚至于更上层楼 是被想象跟期待的 也因此到底他是不是蒋家人 这个事情在最新的蒋经国日记被披露之后 当然引起非常大的震撼 可是蒋经国的日记是1954年写的 刚才我们就说 他说张亚若的这一对阮生子是王继春的 刚才黄青龙接受访问也提到了 说很可能是他去 因为写日记要给他的爸爸看 所以他要写给他爸爸看 说不是他的 但是到底是不是他的呢 黄鹏孝先生有更劲爆的是 他很可能不是他的 他的这个孝言孝辞的爸爸 到底是蒋经国还是另外一个人 目前为止没有经过DNA的检验 所以这个有一本传记 就是这个叫做郭里伯将军的儿子写的 依照他儿子的传记的写法 是孝言孝辞是郭里伯的儿子 到底怎么回事 好吓人 提到郭里伯 如果你在哪个书店看到这本书的话 大概你不会买 因为你可能听都没听过这个人 但是郭里伯在我们老家 就是以江西省的南康县 现在是江西的赣州的南康区 已经并到整个赣州去了 那么在我们那里 郭里伯可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我从小就听他的大名 而且大概我从六七岁开始 我爸爸就带着 因为我是长子 过年大概元宵节左右 就带我到桃园国家去拜年 一方面给他贺寿 因为他的生日好像是在元宵节前后 所以去了很多趟 我对我们这位长辈 真的是从小听到大 而且他还是我父亲 进军校时候的介绍人 和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 因为我们家跟国家是远亲关系 那他为什么赫赫有名呢 因为他是所谓的天子门生 黄埔一期毕业的 早年黄埔大概前四期 那个时候 蒋介石跟这些学生的互动 非常的密切 那么简直那关系好像跟拜把兄弟一样 所以那个时候前几期的 在地方上都视他们为所谓的天子门生 所以他三十几岁就当上了宗将 而且年轻的时候你看 他长得也很帅 对不对 所以说位高权重 长得人又帅 这个当然也是很容易成为 这个女性所仰慕的对象 那么他呢 就是在南昌 他当江西省的保安司令的时候 在南昌的 立志社 一个招待所 认识了 这个张亚若 那么为什么会在立志社呢 立志社是当时有一个 这个国民党内的次级团体 叫复兴社的 复兴社 后来大家比较了解叫燃一社 就是非常非常这个右派的一个团体 是以这个蒋介石的门生 作为主要的核心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当时是南昌最有名的一个社交场所 所以张亚若在这认识了这个郭里波 然后开始了他们长达八年的 这种这个男女朋友 或者说是小妾 或是 情妇关系 按照这个这个说法 因为他是当时的这个保安司令 对不对 然后那个张亚若就是在南昌的社交民园 因为那时候他的先生刚去世 他前面一段婚姻 就是嫁给他表哥 生了两个小孩就交给他的这个娘家的妈妈 然后他出来有工作 所以就认识了郭里波 但是他认识郭里波 按照郭里波的儿子的说法 就是后来郭里波把他介绍给蒋经国 因为郭里波被派到蒋经国身边 在蒋经国在干线的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那段时间又怎么发展 他跟蒋经国后来变成好朋友 郭里波 因为这个事实上 我们这个 我们预寇啊 他才真的是帮专家 他写过专门的书 我写过张亚若 所有张亚若的事情 每一个足迹我都去采访过 郭里波的事情我也知道 所以说 为什么会有这个郭里波 这个天子门生跟蒋太子 和张亚若之间的三角关系呢 这也讲到说 当初蒋经国从俄国回来以后 这个老蒋把他关在凤化 请了徐道林博士来给他上课 他还写了一个刘二的报告 等于是自白书一样 跟他解释说明 他在俄国所受到的 各种的教育训练 还有为什么他要发文来 在真理报上面 骂他爸爸 抖出他爸爸 当初的家暴事件 蒋介石看了 觉得满意了以后 就把他派出来 那是1939年 派到干线去 派到 没有 先派到南昌 南昌 他是在南昌新兵训练中心 当个处长 那个 那时候 蒋介石就 叫郭里伯 照顾他 照顾他 为什么呢 所以郭里伯就把他安排住在哪里 就是这个立志社的招待所 那么 事实上这个立志社 也是南昌社的一个情报单位 所以 说的好听叫照顾 说不好听 也是把他放在老奖的这个核心的一个情报机构里面 保护 另外也是对他来监控 所以他在那边时间没有很久 后来呢 他就派到了这个赣州去当专员 第四行政区专员 这个 然后在那边以后 正好一位日本已经快打来了 所以呢 郭里伯啊 就把张亚若他们一家子疏散到了赣州 到了赣州以后呢 这个因为张亚若非常的高调 那么他 但郭里伯的原配呢 也非常强势 不让他进门 其实那个时候啊 一个成功男人有个三七四戒 是很平常的事情 但是呢 因为郭里伯的原配非常强势 所以张亚若进不了门 但张亚若也不甘示弱 没时就到郭里伯家去闹去 所以说郭里伯也很头痛啊 对不对 两个女人的战争 正好这个郭里伯奉派要到重庆去 就任新职 所以他就想说拜托 这个他的这个当时呢 蒋经国就叫他大哥 所以就拜托这位蒋老弟 帮他照顾张亚若 结果呢张亚若1940年呢 就进入了蒋经国办了一个叫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干部训练班 跟他同学呢 有大家都认识的叫王生 这个后来他在台湾 全情一时 另外还有一个叫萧昌乐 这个大家都不晓得 当过国民党的大陆工作会主任 当时我也在大陆工作会 他是我父亲叫沈干中的同学 同班同学 所以呢这个有这个很多的多重关系 所以我的父母恰巧那个时候都耳闻目睹过张亚若 所谓的张姓女子 那么这段后来呢他1940年的下半年 这个他开始跟这个蒋经国交往 但是他跟蒋经国交往 这个他也是没有隐藏他的跟蒋经国的关系 而且呢还有意无意的让人家知道他这个关系 所以他跟蒋经国是男女朋友1940年 可是郭礼伯是他原来的 对但是这段时间因为郭礼伯掉到重庆去 但是呢这段时间这个郭礼伯还是 这个放假就回到干州来 所以这段时间是这个蒋太子跟天子门生的一个重叠期 就他同时跟张亚若同时跟郭礼伯跟蒋经国是情人关系 对对然后所以这些都是他儿子写的 不是他儿子写他儿子是根据他老爸留下来的笔记 因为郭礼伯在生前的时候不敢公布 对因为这个是非常敏感的 但是呢他留下了笔记 所以郭礼伯才根据他爸爸的笔记 把这一段写出来 就是张亚若在他这个1941年的7月回到干州休假的时候 跟郭礼伯讲他怀孕了 那么郭礼伯就问他说那孩子是谁的 那张亚若是跟他讲当然是你的 就是张亚若说这个孩子是郭礼伯的 那么郭礼伯就算一下时间想他五月回来过 差不多可能是那个时候白的运 但是呢他想了一下他跟张亚若讲说 孩子这个说你要晚两个月再跟蒋经国讲 要让蒋经国相信这孩子是他的 因为孩子姓蒋比姓郭要好 所以他这本书里面的这个节路的这个内容 因为这本书是郭礼伯的儿子2010年出的 可是他自己自费出的 所以是有限的版本对不对 那当时有传出来过 可是郭礼伯的儿子并没有太高调的接受媒体的访问 追踪也不到 他就移民到美国去了对不对 然后可是这本书现在还在 所以按照这个刚才你的说法是 这个是他爸爸告诉他的 郭礼伯告诉儿子郭怡喜的 而且呢 是他爸妈留下来的笔 笔记啊 对 他爸妈写了这个简短的回忆录 特别是这一段他写了 为什么他要写这一段呢 因为这说到郭礼伯刚到台湾来的时候 他刚到台湾来失业 一大家子人 连工作都没有 生活非常窘迫 但是呢 他当然想要去找蒋经国 蒋经国必不见面 所以这点呢 让郭礼伯觉得很受伤 对不对 虽然后来呢 这个透过其他的关系 最后给他安排在桃圆县的民政局当局长 以他一个黄埔一起中将 成为当时桃圆县还不是现在桃圆市啊 对不对 一个县的民政局局长 坦白讲是非常委屈他了 对不对 所以郭礼伯这个心里面当然是非常不以为然 就是说当初 对不对 我们有这一段交情 结果在这关键时刻 你自我于不顾嘛 所以他就留下了他的手写的记录 这些记录 他就交给他儿子 那么他儿子呢 根据他的记录 根据他所了解的 因为不只他儿子 像我们小的时候都听说了这个故事 因为这个我有个堂哥叫黄建胡 他是蓝衣社的 他有个儿子我想说周一寇应该认识 叫黄静子 当过中央社的副社长 那么他呢 我们因为每次我们的副职辈 这个在一起啊 就谈到蒋经国啊 蒋经国在新竹的两个儿子啊 还有就是王生啊 这些 所以我们从小耳濡目染 听了非常多他们的故事 所以虽然说 这个是根据这个郭里博的笔记写 但是跟我小的时候所听到的内容 大致是相比 可是这个披露的时候 是2010年 蒋经国已经过世了 有20几年 蒋经国是1988年的 1月13号过世的 22年了 然后现在他的日记出来了 日记出来了 又出现另外一个爸爸 这就很有趣了 你看 张亚若说儿子是郭里博的 对 那么蒋经国现在的日记 那么蒋经国现在的日记 这个出图以后 人发现说蒋经国说爸爸不是他 是当时上游县的县长叫王继春的 但是呢 这个郭里博又讲说 这个孩子姓蒋比姓郭好 所以说这到底这个张孝廷 张孝迟要信什么 坦白讲他们现在也是非常的掉入十里务中 不知道何信何从 当然我们这个 目前遇到这样的状况 我们也不知道该信谁好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 我相信后来蒋经国也有怀疑 因为这个毕竟呢 那个时候没有DNA的检测 对不对 孩子到底是不是他的 我想他心中也是有怀疑 不然的话 不会说几十年都不见 那么第二个呢 这个事情后来传开了 为什么会传开呢 因为他事实上是在蓝衣社的监控之下 蒋经国 因为那时候很多人告蒋经国 说他在赣南啊 赣南新政 是把赣南变成宏都了 共产党的那一套 他在赣南搞 所以这里面告他的里面 我认为说一定会把他这一段的 也跟蒋介石报告 那么所以他后来呢 他有一天他打电话给郭里伯 跟他讲说方良知道这个事情 这个他非常难做人 问他说要怎么办 那个时候这个张亚若还在桂林 为什么呢 因为张亚若在桂林也很高调 他有意无意间让人家知道说 他是蒋夫人 所以呢这个都非常犯忌讳的 那么但是我不相信说方良会知道 为什么说不相信方良会知道 第一个蒋方良那个时候 中文还非常不行 他偶然都讲一些宁波话 宁波话都很有限 第二个他仰在深宫啊 有谁能够接近到蒋方良 然后还能够跟他讲这么私密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是蒋经国借着说蒋方良知道了 来让郭里伯他们来帮他想办法 我跟各位报告 蓝衣社 什么贺宗涵啊 康泽啊 郑建民啊 所谓的十三太保 都是黄埔一起的 所以为什么会找郭里伯想办法呢 因为就是 郭里伯跟蓝衣社的非常关系非常密切 所以最后张亚若就被谋杀了 他讲完这个事以后 隔了没几个月就传出了张亚若的死讯 张亚若是8月15号过世的 1942年8月15号 所以早就有传闻说张亚若不是自然死亡 大概以那个时候的那种状况 这个为了顾及蒋经国的前途 那么所以说可能有人月族待薄了 可能有人这个多管闲事了等等的 总而言之张亚若就死就过世了 好 这个关于张亚若之死这个谜啊 因为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啦 这个为什么到底张亚若 他生下这个这一对双胞胎的 儿子的父亲是谁 为什么受到关注 当然跟现在的政坛是有关 如果讲张家仁没有人从政 我也不觉得这是一个题目 可是刚才提到的就是 郭里伯的儿子 他2010年就写的回忆录哦 201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张孝岩 他已经把他的姓改成姓奖了 对不对 张孝岩是在他的权力委的时候 他权力委的时候 他把他改成姓奖 他改成姓奖的理由呢 内政部也接受了 因为张家仁不肯验DNA 可是当时的氛围 那是这个大家都认为是 他是蒋经国的儿子吗 因为郭里伯的儿子 没有拿出这个回忆录啊 没有拿出他爸爸的笔记啊 虽然他有打电话给我过 郭里伯的儿子有打电话给我过 那我要访问他 他不肯 那后来就不见了 我觉得当时是有政治压力啊 所以要请教一下敏凤 造成很大的轰动的原因 是因为蒋经国自己在日记上写 那个孩子不是他的耶 那1954年就写了 这个日记难道蒋家仁不知道吗 蒋方自己把这个日记 拿给Stanford的这个图书馆留存 然后他过世了那么久才送过去 总会看到吧 那也无怪乎蒋家仁都不承认 孝颜孝慈是蒋家仁 现在蒋万安会面对一个疑问啊 你到底是不是蒋家第四代啊 对啊 可是问题是你看张孝颜跟蒋孝慈 张孝慈跟蒋孝颜的这个长相 真的比较像蒋经国不像王继春吧 你说好这个是王继春 这个王继春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他们讲的很乱 就是说1954年你知道吗 这个蒋经国跟蒋介石的关系 是非常不好的 然后最近有史料也显示出来 就是说这个当时这个蒋伟国 他只承认蒋伟国是他弟子 蒋经国已经变成他四弟蒋瑞卿的儿子 就是因为蒋瑞卿很早就夭折了 然后他的母亲还有他 还有蒋介石都非常喜欢这个弟弟 所以就把第一个孩子蒋经国 过继给蒋瑞卿 然后自己的这个第二个孩子 是自己的这个弟子 然后主谱里面就是蒋介石跟蒋伟国 可是蒋伟国后来快过世的时候 公开讲说 蒋伟国不是他儿子 是戴季桃的儿子 对 我的爸爸是戴季桃 所以说 对你 然后所以 但是问题是说 就说就很奇怪 但是事实上过去的时教都证明 蒋经国跟他爸爸关系 非常非常非常的差 所以我觉得就说 这个然后蒋介石好像也是 双面在培养这两个人 好像有点竞争的意思 但是问题是整个 所以在1954年的这个日记里 我相信我相信这个黄青龙的说法是有点有一些可信的 就是说他为了要跟他爸爸讲说 我真的没有做这些事情坏事情 那个两个小孩不是我的 所以呢他就在日记里头偷偷的 偷偷的把他 假装他梦造了这个朋友叫做王继春的 回想到王继春是双生子的爸爸 对啊 那后来又出来出现一些国国什么的 那问题是 如果说真的不是蒋经国的小孩 他干嘛叫王生呢 还有一些人从小照顾到大 然后他自己在这个张雅若 张雅若 这个生小孩的时候 他自己还从干篮跑去这个 跑去桂林 跑去桂林 那如果你这样 你当时可是这个蒋介石之子 可能就是位置就是黄太子的意思 黄太子你一个不关紧要的女人 你跑去帮她当医院的担保人 这大家真的匪夷所思嘛 那好现在就说这个蒋 蒋孝眼是比较想要认清 因为双孝词是比较反对嘛 因为他觉得他比较偏妈妈那一边 那但是就说那你现在好了 因为本来蒋孝眼要认清的时候 户口 这户政单位是告诉他 你有很多条件都不合的 对呀当时为什么特权过关 对因为你要有那个收养的同意书 你要证明你是分身子女的那个东西 对 后来好像有说服了一个蒋家不晓什么 出具一个很模糊的证明 好像户政机关才给他通过的嘛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 好那现在突然日记里头大大大大大大写说 我的儿子没有张孝岩跟张孝词 对呀 那这下子好了 蒋万安又要姓什么呢 可是万安这两次根据蒋万安自己的陈述 就说在上次选立委的时候 他这里有出来讲 那个是他那个母亲的 那个娘家故乡的一个县嘛 是用那个县的名字做他的名字啊 那所以说我这个东西就 就是一团乱 那你现在叫这些人都去验DNA 那这些人会去吗 不是如果蒋万安将来不从政 不再参选 我觉得这个问题结束 或者是只有家族要讨论 但是问题他将来要选台北市长的话 他如果再弄一个 那个身上再披一个彩带说 蒋经国的孙子 你觉得会怎样 可是我觉得以蒋万安这样的人啊 我觉得不要有这些背景 反而对他比较好 你讲到的是重点了 就是可是你刚刚提到那个 万安这两个字哪里来的 这是张孝岩说的 对 张孝岩说他生下一个儿子之后 他有请别人转告给蒋经国先生 经国先生帮忙取名万安 因为万安是双胞胎 他们在妈妈被杀了之后 外婆带他们逃难去的一个江西的山上 那个在很远的地方 那这个是一个一个旁证嘛 可是我要看的是说 接下来就是 其实最重要的是 2010年的郭李博的笔记 这个是很清楚的说 他怀孕的消息 父亲问他是谁的孩子 他说还有谁的 当然是你的 父亲又问怀了多久 不确定 可能一两个月了 父亲算算日子 应该是五月初 父亲刚从重庆回来的日子 那他在重庆回来的 这一段过程里面 张亚若是蒋经国的女朋友 这个在赣州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然后现在是1941年7月 所以五月七月 不就是一两个月了吗 又问张亚若 你还告诉了谁 他说谁都没讲 只有你知道 接下来关键了 父亲已经听蒋经国说起 他对张亚若动了真情 但也不敢确定张怀的 究竟是谁的孩子 所以换句话讲 郭里博也知道 他跟蒋经国那段时间有交往 而且有亲密交往 那在经过了一番考虑之后 父亲建议张亚若 等一两个月再告诉蒋 到时候就说已经怀疑一两个月了 到明年三月怀胎足月生产时 就说孩子是七个月早产 这样一来万一是郭家的 就让蒋认定是他的孩子 因为孩子姓蒋会比姓郭好 对张将来的幸福跟身份 也比较有保障 这个是这一段是郭里博的儿子 根据郭里博的笔记所写的 那换句话说 这个过程会让蒋经国 就怀疑到底孩子是不是他的吗 对啊 这个问题是说 如果蒋经国在的时候 他怕老爸骂他这件事情 可是他之后也自己单独执政了很久 他大可以把这东西都甩掉 但是他没有验DNA 对啊 他为什么也不 蒋经国的爸爸 蒋介石1975年就过世了 他自己是1988年过世的 那他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认亲呢 对王生照顾的时候 为什么谁派王生去照顾 王生是因为是张亚若的同学 他是青年团的这个同企同学 对啊 那谁派王生去照顾那个两个小孩 当然对蒋经国来讲 有一半的可能性是他的孩子 不是吗 彭笑 可是如果你从长相来看 他讲校演真的不像那个郭里博 郭里博的儿子曾经打电话给我过 他说你来看看我长了什么样 你就知道了 这个是后来他就不敢再跟我通话 那郭里博的长得这样 蒋经国长得这样 然后我不知道啊 就是说这个事情 因为蒋经国日记的关系 将来所有的人都可以去看蒋经国日记 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可以去看 对可是放眼里面有访问宋楚瑜嘛 那宋楚瑜的回答不是有一句玄机吗 他说这些都是蒋经国的儿媳弄的 他不自比对蒋经国 因为他不了解这个日记 而宋先生对蒋经国跟张孝岩之间的关系 从来没评论过 他说他在蒋经国任生前 蒋经国没有跟他谈过 第二他跟张孝岩一点交情都没有 这个好有意思哦 我不是有意思 我无意 我无意在这个事情上面说 到底爸爸是谁 但是问题是 你可以判定将来台湾的政治 你蒋万安 你蒋校园 你要面对你那个2005年的改姓奖 是偷渡扩宽嘛 人家蒋家根本没有给你DNA建验啊 那如果一般人可以这样的话 他还好没有涉及财产的问题耶 对不对 但是他涉及正统啊 蒋校园跟传统的蒋家的关系 其实是比较淡的啦 因为我过去长期在跑国民党的时候 就说蒋方志宜跟蒋校园之间的 包括对很多两讲牵账 很多议题 其实双方其实看法都南辕北策啊 甚至有一些互动 就说我们有一些 两讲的纪念的日子或场合 邀请的时候 双方不知道蒋校园跟那个 蒋方志宜的出席的时间都会故意错开 对 双方互动其实是比较 而且宋美龄也不接见张孝岩的 宋美龄那段我没有参与过 我曾经跑过新闻问过 张孝岩在住美国的时候 他曾经想办法去见纽约的宋美龄 那宋美龄拒见 对不对 蒋校勇 蒋校勇去纽约问过宋美龄这个事情 宋美龄他怎么讲 他说我问过蒋经国好几次 他都不说 蒋经国都说不是 都说不是 那个蒋湾这个我讲一下 蒋湾是他 他应该到高一的时候吧 那个蒋校园才跟他讲说 他的爷爷是谁 我记得他 蒋湾自己有讲过 他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就蒋经国过世 蒋湾那时候 小学很皮 到处跑过来跑过去 就在校园跑的时候 老师他跟他讲说 你爷爷过世了 你怎么还在那边调皮捣蛋 回去教室做好 其实到那时候 他不是说一出生 那他爸爸就跟他讲说 你爷爷是谁 他没有 他其实到很晚 到求学的时候才知道 那对于蒋家就说 有没有这个学统的关系 我觉得他们到第四代 都已经放得很淡了 包括蒋友伯 那时候我们真的有采访过他 他说蒋友伯是蒋方自宜的那个儿子 他就说他对于 他自己形容说 他是悬崖边的贵族 所以他也不希望说蒋家的色彩黏住他 所以他后来创的那个友伯文创 也做得不错 那你对蒋方来讲 有蒋家的加持 有蒋家的血统 对他来讲他无法选择 可是有这个第四代对他来讲 在选举上政治上是加分吗 当然不是嘛 不是加持 是他他用过这个身份选立委 没有他选举的时候 他是淡化这个 他第一任的时候 没有他不需要淡化 他有淡化没淡化 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他说血统无法选择 可是他没有故意 他的文宣史刘根 我记得他没有说打的我是蒋家第四代 他没有故意打这个招 蒋经国的孙子没有用过吗 他没有用 有 蒋经国 你刚才问说 蒋经国为什么自己执政以后不认这两个小孩 他爸爸过世了 我觉得可能就是蒋方良还在 蒋方良这个比蒋经国有更晚去世吗 那如果我公开认这两个小孩就证明我是 刚才才通奸出罪话 可能就犯了通奸罪话 他可能是怕他伤心 但是我跟你讲 我再强调一次 世界上没有这个神的那个任何人都应该把真相说出来 他们国民党常常掩掩盖盖盖的就要利用这个蒋经国在后期民主化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他跟张孝岩啊 蒋万安的关系要接受事实检验嘛 你也不能糊里糊涂的 那个时候2005年内政部给他通过的时候 第一个站出来批评的是张孝慈的女儿啊 张孝慈的女儿是不是投书骂过那个啊 那个张孝岩说我爸爸在世绝对不让你信蒋啊 你记不记得啊 其实我觉得理论上应该要搞清楚 当然要搞清楚了 理论上啦 实际上有可能啊 很容易搞清楚 验DNA啊 你的一个是中华民国里头重要的历史 那过去的历史皇帝哪个是哪个都传得很清楚啊 那你们蒋家其实也是专制政权吗 这个事情交给国司馆了 我觉得刚才明显讲的 如果在法院来讲这要传闻证据 为什么 蒋万安怎么讲的 这个张孝岩 都没有直接证据嘛 但是今天蒋经国的日记出来 这个麻烦啦 那个内政部要掉文件出来了 因为蒋经国的日记 对啊 说不是他的孩子 在法律上的效应 那是 当然大于传闻证据 张孝岩 所以那个时候内政部凭什么 把那个姓张的改姓讲的嘞 所以我就说 可是问题是这日记是蒋方自己拿出来的啊 后面最重要的十年又不见了啊 所以说这到底到底在搞什么鬼 不管怎样就是又这个日讲话自己拿出来 讲话自己没有把它藏起来 现在人都存在 我觉得去验一下DNA 好 我们咱们咱们咱们DNA 义父 这个问题我觉得张孝岩 张孝岩 他们现在是鸵鸟主义 假装不知道 假装没看到 不回忆 有用吗 总要知道自己真正的爸爸是谁嘛 可是问题是说是 蒋家人也不愿意跟他验啊 不是啊 对啊 你现在看是蒋家的人的问题嘛 否则说实在话 到底 他们应该姓郭 应该姓蒋 应该姓王啊 总要搞清楚嘛 总要搞清楚自己的血统是谁嘛 总不会到最后你走出来说 你是蒋家第四代 有人在指指点点说你 你姓蒋嘛 你应该姓郭 你应该 蒋经国说你应该姓王 你怎么样 这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 当然你蒋家愿意验 我是觉得验DNA是最 最最简单的问题嘛 就是你又往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 不用啰嗦嘛 那你说 刚才谈到的那个 郭里博的那个书 其实郭里博也不确定是不是他的 也不敢确定啊 没错 对不对 然后 然后 你说 我们都排除了一件事 张晓乐 没有说谎 如果没有说谎 那是郭里博 如果张晓乐说谎 如果张晓乐说谎的话 那问题就大了 所以你到底真的要搞清楚 到底是谁的嘛 反正这一段历史 反正也各说各话了嘛 你现在就是变成各说各话了嘛 郭里博留下来的 笔记 但是问题是我们看到了1954年 我们并没有看到1940年代的日记 1940 蒋经国到底是怎么陈述他跟张 那个张晓乐之间的关系 他怎么敢写 因为没有啊 没有看过啊 1942年3月 蒋一周后的日记记载 电报知道 雅若已生两卵子 欣喜至极 躺非其所持 何须电报告知 所以他那个时候是欣喜至极 那这个 可是他在1954年 他写的不是郭里博 因为蒋经国自己知道 他是郭里博的女朋友嘛 张亚若 然后变成他自己的女朋友 所以他应该怀疑的是 郭里博的那个小孩 为什么他写到王继春 按照你的彭孝的说法是 当时他栽给王继春 是因为王继春已经过世了 对 那王继春到底 有没有跟张亚若有交往呢 所以这个 所以应该没有 我觉得还是讲家的人嘛 只是那边搞来搞去 那不讲经过自己 还是机械 我觉得如果真的不是蒋家的人 当时蒋孝延 认清回归这个时候 蒋家人一定会出来 强烈的抗议 那现在等于是默认 也许不高兴 然后不出来跟你做这个配合 但是呢 我会不会出来 告诉护证事务所 我绝对不是 你绝对不是我们蒋家人 好像也没有 那时候孝延已经 这个孝永过世了嘛 那个2005年的时候 他们孝文 孝吴孝延都过世了 那只剩蒋方志宜跟 不管政治的那个下一代 就是蒋友伯这些人 事实上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蒋家的反应是很强烈的 蒋家其实很强烈的 可是他们一直没有公开说 不行啊 反抗无望 因为那个时候那个 这个 他们要他们公开来讲什么 他们不愿意讲 但是就我所知道 他们是非常不以为然 对 但是他不能公开讲啊 如果我说你不是的话 他反问你说我们验DNA 你怎么办 你蒋家要不要验 对蒋家来讲 他有绝对的自主权 他没有必要 那随便一个人 说哎 你还跟我验DNA 看我们是不是兄弟 我会接受吗 有完日记里面说啦 他说 后来张姓女必顾 献此二孩 以时有余岁 未念网友之情 于人为时他们之生活 并望他们有如其父一样的 忠心为人群服务 其实里面还写说 他被栽赃 说是他的 蒋经国还在日记 为一个人帮自己讲的话而已 这个矛盾有个合理的解释 因为他这个时候呢 在1954年的时候的话 是不承认这两个人是他小孩 对啊 可是他在1942年的时候 张姓女必顾生下来的时候 那时候他是这个 蒋经国是收到电报 然后欣喜至极 那不是你的小孩 只是你的好朋友 他那个时候相信 所以这个矛盾就是当初相信 现在过十几年不相信 那为什么不相信 有可能是过程中 长得越来越不像 自己年轻的时候 越看越不相信了 很像 这个说 或者是郭里博的事情 被他发现了 你就看到这个 就是王继春嘛 你在 张孝言 张孝言 还有蒋经国 那是孝言还孝辞 没有中医是孝辞 孝辞了 孝辞了 然后旁边是蒋经国 那你看 这个对比起来 你要说都说得通啊 没有 你要说这个像这个 这个像这个 没有到说不通的这个程度 可是你们觉得郭里博 蔣万安像郭里博 还是像蒋经国 蔣万安比较像 黄美 黄美伦 但是他如果按照这两个照片 他是不是 你要看配偶 不是 所以这里面就是有非常多想象的空间嘛 他比较像 郭里博嘛 然后要孝言孝辞 那个年轻的照片 像他妈妈 张亚若 这个不验DNA真的不行啊 要不然的话 不是 因为这个非常严肃 你明显这个问题严重啦 因为蒋万安 如果变王万安 他根本没有办法跟韩国瑜竞争台北市长 嗯 因为韩国瑜来讲 他下一届 韩国瑜他绝对要去选台北市长 我天呐 因为他在高雄绝对选不下 就算他罢免没成功 他下次也可以去选台北市长 因为他在六度总统得票里面是最高42% 68万票 他在全台湾里面 最挺他就台北市民 所以说韩国瑜他不管有没有被罢免成功 他下一届2022年去选台北市 是他维系政治生涯最好的手段 那这个时候只要他有这个意思 他不用讲话 韩粉就会跳出来去攻击蒋万安啊 所以你根本就不是真的这个正统继承人 你就不是嘛 他从来当立委说 他就不想要做那个正统的继承者啊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 这样就显得这种继承 这种继承者就显得更清高 就是我明明是 可是我说我不靠家人 他支持度更高 不只想看他2016年 最年轻的立委怎么选上的 他选举的时候 你觉得是因为他是美国律师 你知道吗 你觉得因为他是美国律师很优秀 他第一届是靠蒋家第四代选的 他永远都是靠蒋家第四代 我虽然我跟他也算很有战 而且张孝岩的故事 他的妈妈的故事 是我写的 是今天关闭的联合晚报的那个日报 联合报出了所有的钱 花了很多的经费写的 那一段时间里面 是我们跑遍了所有的事实 对我们学新闻的人来讲 真相比较重要 这两个小孩是谁的吗 张亚若家人 当然认为是姓蒋啊 对他们来讲姓蒋比较好啊 这个孩子姓蒋会比姓郭好 对将来的幸福跟身份也比较有保障 可是这本书出来以后 这家人也很奇怪啊 这个时候是1989年 当时我们在联合报连载 然后连载到最后出书的时候 郭里波的儿子打电话给我 他在桃园 他打电话给我说 这个孩子跟他爸爸有关 然后我说你可不可以接受我的采访 从此以后不见了 我就怀疑这个是因为8889年 那个国家的政情还是比较特别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 被所有的蓝银的人骂 你们破坏了蒋经国完美的形象 对啊这也是原因啊 我告诉你在操作蒋经国是张孝岩的 爸爸这个过程 党外杂志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你们年轻一代不太知道 就是说这个所以张孝岩本人 他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这是事实嘛 对不对 但是到底是真的假的 张孝岩自己这两天接受访问 不管是青龙 或者是我们的记者问他 他都没有办法回应 对 所以问题 因为所以说 这个问题啊 我们要从两个层次来看 第一个从法律面来看 蒋经国日记的这个记载 你觉得比较有法律 是非常的有法律上的效果的啊 但是第二个我们从政治面来看 刚才这个预寇也讲到说 他出那本书受了很多压力 我也跟各位报告 我从上次选举 我对蒋澳安提出很多批评 我说你信蒋要向蒋 那个时候我就提出来 为什么呢 你看蒋介石 事实上蒋介石 最喜欢的是蒋伟国 蒋介石 对蒋伟国的那种宠爱 他蒋介石的日记里面 写蒋伟国写的多可爱啊 韦儿 但是蒋伟国不是他亲生的 不是他生的 不是我意思是这个 人家说他是他亲生的 可是问题我要提出一个 如果是1954年 可是最近这十年没有 那如果这十年有提到说 真的这两个是我小孩了 79年以后 对79年以后 他觉得说我要把这小孩弄回来的时候 我在日记写说 就是没有吗 所以就是因为现在是没有吗 所以你怎么说1954年讲说不是 那的话1979年没有存在的 没有献出来的日记里头有写的 但是他这个是假设因为没有 就是没有任何人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 他是这两个孩子的爸爸 宋楚瑜不知道 王生他 王生没有讲过 对不对 从来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 对没有任何记载 就是文字记载当中 唯一的一个 就是这个 现在所有文字记载里 唯一的就是1954年10月30号 蒋经国的日记 他从来没有提过 其他人从来没有提过 这个还蛮有趣 你刚刚讲的蒋伟国 蒋伟国他不是蒋介石的儿子 是蒋介石的好朋友戴季头 跟日本女朋友生的 因为这个女朋友跟蒋介石也是女朋友 跟蒋经国跟张亚若 跟郭丽伯的关系是一样的 他们家有很多这样子 他们家真的蛮乱的 所以说对于真的一些这个做大事来讲 他不是很在乎这种什么谁的谁的 你看蒋介石真的这样 当时曾经有一个第三国际的 远东局局长被我们给抓了 那个时候苏联很多人都提出来说 拿这个牛兰夫妇来换蒋经国 蒋介石不同意 他说蒋经国死在苏联都可以 他不能干这个事情 这是前期 他们讲家的故事可以讲好久 蒋经国被派到墨西哥去 然后显性骂他爸爸 更重要的是在哪里 你为什么我说你信蒋要向蒋 你看蒋家的人 你看蒋友伯好了 断冲欸 蒋湾过于温柔 哪像蒋湾这么的温柔儒雅 对不对 温良恭敬让也是算了 两蒋一生当中最大的挫折 最大的这个心愿 都是共产党搞的 共产党搞的 好 请各位继续锁定 明是台湾台 拉新闻以外 我们好好的为你谈 韩国瑜面临罢免在周末的时候 他拒绝出席说明会 由陈冠荣他一个人唱独角戏 他说他去看灾去视察 可是第二天他就坐在家里面 没有公开行程 在这个 在大家的一片批评的声浪当中 罢免韩国瑜的黄丝带的活动 以及今天开始的扫尖游行 却是非常的火热 头版黄布条游行的队伍 沿着马路高喊6月6号出来投票 6月6号 我们先进拜安 拜安团体三山会师 从崎山岗山一路到了凤山 提醒民众要出来投票 请到今天往里面走 沿途有志工人员协助维持交通 避免影响下班的车潮 在过程中还有人搞笑 假扮市长韩国瑜 防止登革日的时候爬树的模样 罢韩团体强调 形势公民权力非常重要 希望高雄市民要出来 投下这神圣的一票 我们必须要坚定 无惧 勇敢地出来投票 因为我们都是勇敢的高兴人 对不对 有 透过这次的游行 告诉所有高雄人 告诉所有韩粉 告诉韩国瑜 把高雄还给我们高雄人 谢谢大家 6月6号 出来投票 出来投票 现场的民态和民众 每个都领了黄思带 在下午6点6分 一起高举黄思带 象征罢韩演习胜利 来来来来 已经超过人嘛 来来查诺这条话 接下来从6月1号到6月5号 没完8点也都有造势的活动 周日韩国瑜虽然没有公开行程 但还是有私人拜会 还有市政规划行程 市政府强调周一也有好几个市政行程 包括到药局颁发感谢状 主持新冠肺炎 硬币中心等等会议 还是维持市政优先的步调 好 这志宏请教这些 礼拜五之后的6日这两天假期呢 礼拜六因为是一个说明会呢 韩市长没有去 所以就陈冠荣 他一个人讲嘛 他就说韩市长呢 奥布施只做一任下跪道歉 口头请辞 这口头请辞还没有啊 这个是巴韩团体呢 推论的预测 可能在6月5号的时候 他会有的动作对不对 然后呢 可是当天呢 市长没有到现场去电视说明会 他去做了农损的勘察 去了子官 然后去大树推广农产 就在这一天的时候 他卖的农产品卖了六万六千 他卖六万六 好尴尬哦 很尴尬 后来我看了一下是台数企业 拜出来的人去买的是不是 刚好是6月6号提醒大家 那他说市长专注市政 说明会是口水之争 不配合演出这证召新说的 那他30号这一天活动挺多的 有三个嘛 结果31号他就没有公开行程了 是不是 然后私底下拜访有人 结果昨天的遮羞布2.0 超级民主黄布条 我看到好多朋友在传 在魏武营那里 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多人 然后很拥挤 氛围非常的热烈 那今天的游行 很多的民众也加入了游行的行列 是是是怎么样的一个 这个气氛 就是因为他有非常多的奥布 为什么罢韩的这些支持者们 他们仍然是强烈的要走出来 我看韩国瑜市长还是用一贯的两面手法 他礼拜六呢 跑去参加这个大树的凤利节活动 我记得去年是没有参加 真的地方的一个盛事 每一年中到产季的时候 市长一定出席 他去年没有参加 但今年为了要闪躲这个霸函的说明会 这是他最后一次可以让自己在公开的公办的这个节目上面可以好好替自己辩护 他选择放弃 那当然他的自由 可是呢 其实我觉得他同时间好像说要拼市政 同时间好像是在 但是一方面又叫这个地方的区党部 开始动员电话部队 请市民不要出来投票违反民主的行为 我认为像昨天的整个现场气氛 我觉得蛮特别的 就是有那种愤怒中带有兴奋 兴奋感中带有不安 为什么这么讲呢 愤怒是因为就是韩国瑜市长 他去年这样落跑 政见跳票 他一路这样打压 开始就是谎话连篇 又用进这种各种手段 叫大家不要出来投票 制造对立等等 所以大家现场出来那种是一种 带有很强烈的这种对市长不满 对他被信于高雄市民的不满那种愤怒感 同时另外一种有兴奋感 兴奋感是大家彼此互相加油 总觉得说好像这一年多来的愤怒 走到了最后一个黄金周 即将在下一个礼拜 这个礼拜六 准备要投票了 就要决战那个输赢了 那这种又有兴奋感 那不安感又是因为 因为韩国务市长一路这样打压 他还记得说教育局长不出届 国小当投开票所 民政局长呢 说要让出来投票有压力 还有甚至很多的坊间的传闻 黑道势力 甚至韩国务要出什么奥博等等 因为这样也产生不安感 不知道说到底礼拜六的投票 罢免投票会不会真正顺利通过 所以这个气氛非常的诡诀 非常有种忧虑的感觉 有忧虑的感觉 那昨天我看到现场从光复跟澄清路口 就是凤山的行政中心 就现在韩国务市长办公的地方哦 一直走到卫武营短档不到一公里的路程 他走了半小时 沿路都是人 那大家到现场那种感觉是是非常的彼此加油 是非常好 今天早上开始在巴韩团体也在五甲庙 五甲庙是就是算凤山五甲最大的信仰中心开始集结 要三路开始进行车队扫接 这种一般就是在大选选举的时候 最后一周会进行的事情 所以这已经整个对决态势升高 像今天我记得就是有林园大辽 还有从山林美龙三区 还有海线的路竹钢山桥头等等 三路进行这个三个团体进行全面的去扫接 我看我看那个画面 沿路好多民众出来彼此打气加油 彼此就是那种用走比六来彼此的互相提醒说 六位六号一定要出来投票 而且要戴口罩出来投票等等的 其实我觉得整个高雄的气氛 其实已经是非常的火热 那韩国瑜市长他希望用那种比较降温低调的方式 去操作这场他的罢免选举 可是他同时间用打压的方式造成大家不满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决感已经升温起来了 那我觉得就是礼拜六就是用选票去论功过 但是我觉得韩国瑜市长他一路以来 整个策略是有很大问题 可是他想要低调反罢免 可是用这种打压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民主最好的风范 他如果真的是认为他做得好 他的韩粉支持者也认为他做得好 他应该敞开双手勇敢接受嘛 就用选票的这个多寡论功过 而不是用这种小人部署 就是说叫大家不要去投票方式反民主 我们在地方上到现在到今天 我搭高铁来录影的路上 还有看到人家私讯给我说 在凤山区哪个离哪个离 都还没有收到投票单 这种情形都还有 那我们的做法就是 我们只要接到这样的讯息 我们就会请区公所 要求这个地方的一些 基层的公务人员应该维持行政中立 因为现在其实公务人员的确 还是有一点害怕的心理存在 就觉得说会不会因为韩国瑜市长 这样施加压力之后 他们稍微行政中立一点 就会被打压 如果罢还没有过 他们会必须被打压 所以我觉得罢免投票就一天 也只有一次机会 所以我觉得高雄人 就要勇敢一天就好 未来高雄会海阔天空 当然韩国瑜的阵营 也不会束手就擒 不过他在周末的时候 五月份的时候 就是曾伟珍他在脸书上 所做的整理 就是五月三十号这一天 礼拜六刚好是电视说明会 他就有好几个视察的 公务的行程 可是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 大部分都没有公开行程 整个五月份六日 他都没有公开行程 只有五月三号这一天 社区防疫士兵演练 然后他说这个时候 是因为磐石建的 疫情开始扩大 所以他想要来渲染 结果没有成功 因此五月九号十号 十六十七二三二四 连续三个礼拜的六日 都没有行程 到了三十号这一天 突然有说明会 他就有了公开行程 到了第二天又没有 那他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罢免韩国瑜的 选民又如何看待 现在国民党当局 是要叫他低调嘛 可是呢 蓝营的很多人呢 却非常的高调 其中有一个就是 绿营的人 或是支持罢免韩国瑜的人 看了可能就会 眼貌惊心 会生气出来投票的人 一个叫做吴思怀 一个就是张立敏 张立敏更奇怪了 他批评陈局 说他有三千亿元的弊案 蛇属一窝 然后那个被告 然后他道了歉 这几天为了要反制罢免韩国瑜 他讲的话又一样了 他用三千亿 等于一百亿美元的弊案 到现在还没有给结论 又出来讲了 这个不就是又激怒了 罢免人士的怒火吗 我们来看一下 尤其吴思怀出来挺韩国瑜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啊 你明显开始皱眉头了 罢免投票进入最后一周倒数 国民党立委吴思怀拍影片挺韩国瑜 这件事根本就是反民主的一个操作过程 整个国家机器毫不避讳 公开谈谈荡荡做这些事情 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反民主 民进党真的要把名字改一改 你不叫民主进步 这叫民退党 吴思怀除了点名民进党要改名 更抢国家机器介入根本是开民主倒车 给优惠年轻人回投票 国防部三一大学的考试延后 超过两百块的什么洗手乳 他用了这个哪个单位的那个Local 做反罢韩的Local 我们可以原谅 把这个场景放到国民党 你可以原谅吗 制造一大堆假消息 这时候NCC在哪里啊 不是要打假消息 警政署法务部在哪里 他又报一个又黑道介入监票 他根本就是亲中啊 台湾要自己走出来 不要听信中国国民党的话 高雄有他会更烂 一定要出来 高雄市民听到吴思怀一番话 呛亲中的国民党根本不能信 不过吴思怀加码在脸书开炮 一开头就写高雄市民准备过苦日子了吗 内容提到罢韩过关 市政将空窗三个月 如果补选民进党斗争在一起 陈其漫未必稳定出现 更指导韩国瑜可以提罢免投票 无效诉讼 让时辰拖到年底 罢韩团体人无可忍 要吴思怀们适可而止 希望这些国民党 不管是吴思怀 不管是李来西 这些人 希望你们可以适可而止 不要用这样子一个恐吓的方式 来干预我们高雄的民主 请教一下彭孝 你也是 这个系统出身 他这个吴思怀已经够 让罢免韩国瑜阵营的人反感了 他再出来这样讲 不是就又激怒一些人 本来可能有些人 被韩国瑜的软性操作 包括什么振兴的抽奖等等 就想算了 结果现在又来吹票了 也怪不得作家 这个苦林666快讯 你讨厌邱毅 蔡政委员 周习伟 吴思怀 叶玉兰 陈玉珍 王洪威 唐香龙 马英九 洪秀柱 李来西 郭冠英 中的任何一位妈 他们都是最坚定的韩国瑜支持者 惩罚这些人 最好方式就是罢韩 这也让他出来不是反作用 各位看到没有 从中共的两会结束以后 突然这些人都出来了 这个时间点有没有很特别 其实在520以后 一直到中共两会之前 这个中共的对台工作 有一段时间非常沉寂 我们只有听到一些老调啊 什么 但是呢 没有更积极的一些的作为 那么 但是呢 奇怪了 在两会结束了以后 这段时间呢 这些人呢 又出来了 这些都是什么 都有一个明显的共性 比如像说吴思怀 叶玉兰啊 什么等等的这些人 什么共性呢 亲中 都是啊 为什么这些亲中的人 突然之间会集结来反罢韩 对不对 我我我个人认为啊 你却有人下令啊 他们不但是做给韩 不是做给韩看啊 他们做给韩 跟他们共同幕后的 那个红色老板看 你看我们的老百姓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嘛 对不对 一句话就是 韩国瑜亲中嘛 今天为什么 我是一个蓝营出身的人 我不但是在国民党里面 当过中央政策委总干事 我在亲民党 当过高雄市党部的主委 为什么 我会跳出来反韩 就是反对的就是 后面的国台办 反对的 后面的中国共产党 刚才提到 我们台北市长 柯文哲 不是曾经讲过吗 他说 那个时候他跟 旺旺在吵架的时候 他就抖出来了 他说 韩国瑜的背后是什么 不就是国台办吗 这样的人当选 是不是很可怕啊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这一次的罢韩 除了说韩国瑜 他当选以后的 这种的 既高雄于不顾 把高雄当作一个 他的个人的垫脚石 除此以外 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向国台办 要向习近平 要向中国共产党 要向一国两制 要向目前他们在香港的所作所为 投板对票 罢韩事实上就是等于向他们提出一个 我们拒绝共产党 拒绝红色的统一力量 拒绝亲中的团体 来主导我们高雄的未来 而且我在这边要特别讲 万一罢韩不成功的话 说罢韩成功 高雄空转三个月 我跟各位报告 如果罢韩不成功的话 高雄会空转 空转多久啊 第一个 韩国瑜心里有数嘛 他下次还想选嘛 他不想他不可能再当选 所以说如果没通过 他心里中的一块大石头放下了 然后后面就换时间嘛 他有选举压力 他都很混了 你看选总统 选到后面人都不见了 人家说选个市长 选个这个乡长 都没有这样干的 选总统选到后面人不见 但是如果说今天 罢韩没有过 他向后面没有希望了 那他后面的几年 更有的混了 高雄要空转好几年 所以这才是 我们这一次 务必大家一定要站出来投票 我们在高雄特别多 我们北漂的 我们在外县市工作的 大家一定要出来 一定要回到高雄来 投下着神圣一票 这在全世界的民主政治史上 这都是一个非常受到大家瞩目的 我非常希望说 我是高雄人 如果我是高雄人 我能够参与这个社会 我觉得这个事情 是我们一生当中的无限的光荣 如果我们能把一个不称职的市长 在他任期之内 把他罢免掉的话 那就在我们的台湾的政治史上 整个我们自由的民主史上 都是一个可歌可泣 都是一个非常值得留下一个典范的一个例子 请教一下明峰 为什么这个张立民说起来也是一个资深的艺人 他明明在总统大选的时候 被人家陈菊告 因为他说蛇属一窝 然后告完以后他又道歉了 道完歉之后 现在又出来讲同样的话 他是怎么一回事 像他众人在 就是说对韩国瑜身边人来讲 这种指标作用就还蛮low的不是吗 对啊 我觉得这个是挑战人格的信用度 对不对 你被告之后 然后千求万求 然后还跟陈菊道歉 说你这个没有搞清事实 这个所以呢 他请陈菊原谅他 那陈菊 陈菊后来还是原谅他了 然后还不久的事情 结果你今天又把当年被陈菊告的事情 跟他出来讲一遍 不是当年啊 他被告了 5月5号才道歉 他去年被告 5月5号才道歉 说这个以后不再有类似的行为 5月5号还不到一个月耶 他就开始提这件事情 那你的诚信在哪里 难道支持韩国瑜的人都要跟韩国瑜一样 你都是说了话都不算话吗 韩国瑜说要做好做满 不会去选什么总统大选的 结果就跑去了 那你张立敏 当然念你当年也是蛮红的 然后也蛮可爱的一个明星啊 那你大概觉得说 你好像对政治无知 所以大家也就算了 就原谅你嘛 对啊 可是没有想到你今天又重来一遍 就表示你这个当时这个东西是故意的耶 是故意的 那你根本不是政治无知 你是根本就是在操弄这个事情嘛 那我说实在 今天对于罢韩行动来讲 最重要的就是热情 因为时间很久 很多人就说我要去 我同意罢韩 但是我会不会去投票什么 看天气啊 看什么看什么的 那就是扫一股动力嘛 那所以说你把吴思怀加上张立敏这些人 就刚好让高雄人民很生气啊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是韩国瑜的朋友吗 还是韩国瑜在旁边卧底的 然后在紧要的关头 又出来激起大家的公愤 然后出来投票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尤其是我对于吴思怀 这样的一个政治判断 真的是很大的 很大的不解啊 那你沉默那么久了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出来讲 然后到最后 几号关头了 可能 可能 有可能逃过去了 因为这个高雄不是湿霉吗 大雨会很多啊 那你现在又要干嘛 大家鼓励大家 不为风雨出来投票嘛 那张立你更是一个更糟的示范啊 你才5月5号跟人家道歉 你今天又来这一趟 大家会觉得说 天哪 这种人怎么都在挺韩国瑜 挺韩国瑜都是这种人 那韩国瑜会是哪一种市长呢 大家要不要支持他下去呢 当然不会嘛 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人都是在 在帮 可能是罢韩的那个卧底的 但是见为之主 刚才的黄鹏小师说 他们说给中国人听的 两会之后 是说给那个红色这个团体听的 红色希望罢韩吗 达到他们的这个 没有 他是支持啊 表达他们立场啊 就算被罢了 他们也有表态啊 可以表公啊 没关系啊 反正中国的对台政策一向都是反向操作 好 这种反向操作的结果 最后呢 定生死的究竟是不是北漂青年 因为呢 霸函的决战的投票率 据说呢 就是北漂青年成为关键 因为呢 这个 当然也是绿营的支持者啦 那所以呢 28万的北漂青年 我们在台北车站的街头看到了 已经挂起了 这个 六六高雄有难 回家罢韩 紧急抢救 这样的一个 要大家坐 这个 高铁啊 台铁啊 客运回高雄 同时 民进党的青年部 发布了高雄美食地图 到6月6号这一天 回家投票 顺便吃美食 你们挡不住了吧 李明贤 顺便吃美食 一几八 免韩国瑜 刚刚大家就 吴施淮的言论在 在质疑啦 我稍微看一下说 他的那个中华民国 要更好的那个YT 他点缘率到现在 一千七百多人而已啊 你们看 不多啊 一千七百多人 有中国人就可以了 老实讲 就是说 我当然知道大家 对他的感受啦 在场很多人 可是我觉得 他们讲的不是诉求 他讲的国台半天 他讲的大陆天 不是啦 他其实老实讲 是讲给同温城听 我觉得你们多说 他宣传 反而更多人会不会去看啊 就说 我们要当然帮他宣传啊 就更多人会同仇抵抗 然后就去罢韩 第一个我就说 我觉得是这样子啦 你不能说 只准罢韩 不准 不准那个挺韩啊 你当然 挺韩也要像你这种人挺 还稍微好一点啊 像吴思怀 张立民啊 什么这些 非常中国的人 你不要在那边见缝插针啊 你不要在那边见缝插针啊 你刚才有缝吗 像志宏他们会那个嘛 就是说罢韩嘛 那另外一样会有人出来挺韩啊 只说谁出来挺 还有效应的问题 吴思怀讲的内容并没有错啦 那只说他的政治效应是什么 大家在讨论 他出来说什么 变成说 就说有点提油救火的意思 比如说像很多人就连结说 吴思怀 就是说反韩国瑜 等于反中 反吴思怀 张立民其实他艺人 我倒觉得还好啦 就是说你政治人物老是这样 政治人物在现在的社会氛围的形象就不好嘛 那你对艺人 对其他的非政治人 他的社会形象好一点 他不是纯艺人 他是曾经道歉过同一个遗体 3000亿他道歉过了 现在他又就是重底 我要讲的重点是这样的 韩国瑜已经讲得很清楚 就五步嘛 就说不要动员 不要太政治性的语言 然后聚焦在市政的部分 所以我认为吴思怀讲的内容没有错 可是他在这一个时刻出来讲 会政治上会有反效果嘛 你也承认有反效果 当然会有反效果 那有反效果他出来讲干嘛 你看原本他在YT了 他也主张罢了 原本在YT了 点译率才1700多人而已啊 让你们节目这样一讲 搞不好明天就多一个零了 不只我们节目 全世界的人都在讲啊 全部罢韩团体都在讲啊 对我就说 那么多团体都在讲 你们也没有 他在同温层 并没有扩散出去 他才1000多个点阅率而已 所以他的目的是要让 罢韩的人生气 去投票 然后吴思怀是卧底的 你们可能会做一种 不同的解读 我是这么认为 我比较纯真 我觉得他是政治判断 有问题 我比较善良 你比较善良 我们都很嫌恶 他们是认为说 譬如说志宏 譬如说像 罢韩团体 他们罢韩就说 动作那么多 那对 吴思怀他们讲 我总要出来挺韩国瑜下吧 我至少我的团队 我总要出来 然后 他们的策略上是跟党中央 比较不一样 所以他跟党中央上反跳 所以吴思怀是走上 吴思怀跟党中央上反跳 吴思怀被提名的时候 你还说 要吴思怀之所进退 对呀 所以吴思怀果然就是你们的 他们的做法跟党中央 跟韩国瑜不一样 韩国瑜就说 大家政治性低一点 不要再多讲话 不要讲政治性语 所以他现在跳出来 对韩国瑜不利 你然后越讲的话 不分驱立委 应该听中央的 马上开除他 也不知道我就说 说的也是 还生平风一鸣 这些人就是 你要不要建议党中央开除他 吴思怀就是心存善良 太单纯了 然后就被这些人欺负 就你看 心存善良当中 你还叫他知所进退 太单纯了 他什么太单纯了 是你们党中央 连这种人都治不了 所以显示出 国民党跟韩国瑜绑在一起 又跟吴思怀等等人绑在一起 你看一个点语率才1700多而已 你的脸书 你的YT也不会这么低 所以像吴思怀这种人 你们还放在国民党里面 当一个不分居立委 然后最后变成炸弹 其实我觉得吴思怀做这个 他有效果的话 他请他们后面老板 开始用五毛党 开始灌流量官 像去前两年 韩国瑜在选的时候灌流量 才有效果 你看你现在在变相 帮他灌流量 我敢看他的点语率都很低 到底北漂青年是不是关键 北漂青年是关键的话 很不太稳定 这次北漂青年会回去吗 当然大体来讲 朗东算北漂 对啊 你会回去 但我一定会回去 对啊 但大体来讲还是算乐观的 因为很多就是不是高雄人 也一起约高雄人 当天就去高雄过两天一夜 还有三天两夜 顺便去高雄走走吃吃玩玩 然后去见证高雄民族的这个历史 所以你既然不是高雄人 你只要发现你朋友 顺便有高雄人的话 其实也是建议可以顺便去高雄玩个几天 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行程 那其实你回来看北漂这个议题 我觉得其实让人觉得也是蛮感伤的啦 就是说其实高雄在整个产业转型的过程当中 确实他有些工作机会是不在高雄的 可是韩国瑜把它变成是一个完全政治议题 好像说高雄做得很烂 高雄做得很差才变这样 结果久人就统计啊 2018年底到2020年年中 然后高雄的20到24岁的青年人口 反而还外流了5700人 新年失业率还上升了2.1% 所以韩国瑜上来之后 你反而死的原本人口外流 还有青年的失业 这个就业问题变得更严重更糟 那大家都觉得说你不但没解决问题 然后你结果还把这个问题变得更严重 你完全就是炒作嘛 那其实回来看都是张立敏啊 或者是吴思怀这些人 我认为让我想到说 这些网络影片都有说 那个大卖场里面要跳楼大拍卖 然后就会有一些大妈大神 还有一些大哥 然后就从铁闸里面像上次一样爬进去去抢 抢什么其实他们就要抢韩粉 比起爬进去的人就是张立敏呢 跟这个吴思怀 他们怕说韩国瑜消失了 之后那些韩粉跟着消失 所以他们就像这要抢大楼 跳楼大拍卖一样 要赶快的把韩粉抢过来 他就讲这些 不然你会觉得韩国瑜他自己就说五步了嘛 那其实五步呢就是两个字装死 就是说他就连 就是五步都不会针对网络 公开讲话啦 可是他有 但是王帝宇说根本也是假的啊 这个相反的啊 对那底下 两手策略 那底下就有一堆人做一些奥布 猜你的看法啊 然后散布谣言叫你不要去投票等等 那其实像张立敏 你看他转路那句话说什么 韩国瑜日夜操劳而为人民 受到皮包骨 如果你有机会握到他的手 摸到他的腰的话 你的眼泪跟良知都会自然流出 那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话 你会不会觉得很有共鸣 然后觉得很方便哦 首先张立敏他真的有摸过韩国瑜的腰吗 这是蛮奇怪 当然这个是他觉得韩国瑜好像很辛苦 可是你回来看 韩国瑜呢上个礼拜几乎都没有行程 这么刚好 最终这么刚好 礼拜六的时候公开说明会 理性论变了之后 公开行程突然就三个就出现了 然后到礼拜天的时候 没有说明会 公开行程又没有了 去年选举的时候 那个上班三天又请假了这个一天 然后你去看他请假那天 理论上来讲应该就选总统嘛 就他选总统行程 也一堆都没有公开行程 所以你说他很忙 你真的不知道他忙在哪里 高雄市民也不知道他坐在哪里 那其实我觉得整个国民党 整个都乱掉 甚至包含民众党来下去 这个就混成一团 为什么就两个点 第一个是说他们过去就说 高雄负债一堆三千亿 结果发现事实上只有两千四百亿 然后这两千四百亿的话 现在他有讲说 为什么会负债呢 因为财政划分法 21年来对高雄不公平 那其实我就算了一下 如果财政划分法 照他们所说 那些国民党立委 飞鸿泰这种民众 加上蔡碧如 一起插一杯羹 然后说高雄呢 其实就是因为在税收分配上面 分的比较少 所以21年来的话 那个市政很难做 哇你现在也知道高雄分的少 那你还去讲说高雄 什么负债两千多亿三千亿 还是潮州这个议题 其实你回算回去 这个中游 如果他当初从一开始的时候的话 就是把总部设在高雄 然后税也放在高雄的话 其实光是一年 就多了大概24亿左右 中游在占高雄的产值 四分之一 所以你回推回去 如果财政划分法 一开始就健全的话 高雄这二十几年 还省了两千亿 那你这个负债问题就没有了 你完全证明说 高雄根本就不是说 哇钱朝城区做得不好 而是这个财政划分有问题 然后结果第二个很好笑 前几天的时候的话 高雄市的土地财政局 他就在那边派卖土地 然后卖了12笔土地 总加11亿 然后结果大家就会说 你过去不是说 高雄就建卖国土吗 建卖土地建卖资产 怎么自己也在卖 然后呢 这个地政局长就很不解了 他说这个市政本来 就进行了十几二十年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会被针对 会针对的原因 不就是因为韩国瑜 过去为了要选举 因为他批评过陈菊 对就把你说原本在市政上面 陈菊时代卖的这个地 跟他上任的时间比 反而这个价格比较少嘛 对不对 这个单元也比较这个缩减 他的幅度比较大 对所以说土地活化这个事情 本来每一个市府都在做 那你单笔做得好不好 都可以讨论 对 但是在最后一个礼拜 这已经是一个情绪化的对立了吧 那韩国瑜一直说五步 他这个五步很奇怪 罢免当天不会针对罢免 结果有任何公开谈话 我觉得这个步比较奇怪 因为你如果被罢掉的话 第二天他还可以上班吗 他六月十二号以前就可以了 六月十二号被罢掉 六月十二号以前都还可以上班 那你当然要讲话了 你要什么时候你要收拾包袱回家 那如果你罢免成功了 你更要这个反罢成功更要讲话 所以不太懂他这个 人家也不讲话的权力 这是什么意思啊 想不懂这个只有上一副众 比较懂那个怪咖的人的想法的人知道 他到底是什么策略啦 然后国民党的驱党部也到处在打电话嘛 对不对 叫大家不要投票嘛 这两天天天刚才志宏手上手机里还有这个电话的录音 不要去投票是他们的既定政策 可是他一直打电话给那个选民 结果打给那个选民 那个选民是支持罢免的 韩国瑜一方面讲说 不会动员人做什么反罢免的事情 一方面叫驱党部 这地方党部在进行电话部队 call到市民家里 那个市民是这样 他打去他家里 他没有接到发现一个显示来电 他打回去还是要说 原来这个来电是左营驱党部的人 说请你们不要去投票 拜托韩市长做得不错 你们不要去投票出去玩就好了 有这样的录音出来 其实我觉得韩国瑜一路以来就两手策略 一下子说我们就会专心市政 不会有尊重罢免 不会任何打压 一方面就叫市政府的人出来打压 一方面叫他说不会动员 不会动反罢韩 结果叫党部的人出来 两面守法嘛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市长 他这种就是 要嘛就正面对决 要嘛就是直接就低调到底 不要用两面守法 让人家看破手脚 其实只是对他的整个罢免的险情 越来越造而已 但是一直以来他的操作 到底他的目的是何在吗 那他最后关头会怎样吗 他有辞职啊 或是有这个做一任吗 那个你判断他会怎么样做 我觉得这就是 那个书明会上面讲的那三招嘛 其实我觉得那三招大概都不会 那他会怎样 他都已经说过 五步了 五步不就是那三招都不会了吗 那你的了解 五步不就是包括那三招都不会了吗 那我请问你到底他会不会被罢免掉 现在看起来他是会被罢免掉 可能性当然你说可能性低还是高 我一直认为可能性很高 非常高啊可能性很高嘛 但是我觉得没有投完票 反正六月六号嘛 答案就会百分之百的告诉你 确定答案是什么 那你讲了很多选民现在在这个 有的人是在焦虑当中 有的人是在这个反罢或是挺罢当中 但是感觉到他会罢免掉的 我觉得是柯文哲夫妻要不然的话 陈贝琪为什么要来冲康这个陈时中呢 他就是在骂陈时中就是在蹭韩粉嘛 对不对 柯文哲专家有一个叫陈明峰 另外一个他民众党在就在这个时候 他那个党结果用了一个 上一幅说是笑话的人做民俗长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 他们要蹭韩粉到底是不是 已经看出来的韩国瑜 一定会被罢免掉 而他的支持者现在呢 有些政党有些政治人物 就是在垂涎这个当中 点多起来 所以也刚好有看到这一则 研判可能就是医院的医师 他拿到这个报告之后呢 然后就顺手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就发出来 去年12月31号半夜睡不着觉 把星星哼成歌 机关署副署长罗一军 发现PTT上的爆料文 研判武汉肺炎恐怕已经人传人 不到24小时台方就发出email 市警世界卫生组织WHO 也让罗一军获得防疫柯南称号 不过台北市长柯文哲 太太陈贝琪有不同看法 她认为人传人是武汉发布的讯息 台湾是接获讯息后 想跟世卫要更多的讯息而已 陈贝琪还说 与其要硬拗 这是我们有先见知名 警告世卫的信 倒不如拿台湾过去傲人的 传染病防治经验来宣传 相信会更得人心 但陈时中不以为然 陈贝琪这回逆时中发文 更加码暗酸中央针对武汉的严格边境管制 说当医生这么久 好像没听过起源地的病毒教读这种理论 每一个人有他的一个不同的见解 我们当然都尊重 在前期我们当然对于病情或是病毒的了解越不够 那当然我们事前的方法就一定会越严格 我们越了解 那我们当然可以在时间上做某一种程度的放松 陈贝琪贴完洋洋洒洒一千多字 还回复网友说看准今天1450休假 才敢拿以前的文章出来剖的 先生柯文哲则是一贯态度毫不知情 请教一下有关于陈医师今天说的 陈医师又说什么 陈医师出来抢陈时中是去收拦韩粉 然后民众党另外一方面又用了一个国民党出身的 虽然大家都认为这则新闻 他的上一幅书说本周的周末的笑话就是 本日最大笑话就是民众党用了一个国民党出身的 谢力公做秘书长 我觉得陈贝琪这比较好笑 更好笑为什么 陈贝琪会突然去翻了这个已经是指挥中心 大概是二月还是三月在争论的东西吗 对啊为什么 隔了两个月突然冒出来这个东西突然去打 突然睡醒了 突然去打陈时中说 你这个根本就没有警讯啊怎么样 结果这个陈时中阿伯就跟他讲说 看得懂就看得懂 看不懂的人就看不懂 有人就讲说他可能看不懂英语 人家问题是你这个东西就是 他那上面已经翻译给你听了 就是说我 我觉得他们已经要采取隔离的态度 那当然是有人传人的可能性啊 那你作为一个医师的人 你为什么要去反驳这种 这种谈话 我觉得真的很奇怪 而且最近市长夫人突然又活药起来了 不只讲这个事情 还有讲别的事情 那我们大家觉得合理的怀疑 就是最近有选举活动 有类似选举活动了 就是罢韩的行动嘛 他们就要唱这个活动嘛 对啊 那他们的利益很简单 我觉得他们是觉得说 如果罢韩成功之后 因为已经有人签 把户籍签到高雄了 所以呢 他们整个在高雄市 如果要进行补选的时候 民众党可能会有参与咖来洗这个 虽然也许选不上 但是至少高雄可以洗一个盘出来 给民众党这样子 给民众党一个拓展版图的一个使用嘛 所以 可是问题是你要看 陈敏琪这样子讲 有没有很多人认同 又没有很多人去回应他 当然有个医师我有看过 那个医师也说 这样子更不叫提醒 可是问题是 多数人都还是相信陈时中的 陈时中他有错他就讲错 他说他这个有预期有计划做 他就计划做 陈时中在公信力上面是高达94%的满意度 请问陈佩琴要不要出来参与调查 你的公信力跟满意度到底是有多少 但是在混乱之中混水 可能可以摸到鱼啊 对于克文哲来讲 对啊 或者是对于民众党 克党来讲 对啊 如果说你国民党庭民的人太弱 在高雄 目前被预期 搞不好他选举补选变第二名 对啊 那所以就可以那个 因为目前看起来 可能户籍还在高雄的人都很弱啦 那我觉得台东县长那个还不错 可是问题是他户籍没有签啊 你说前台东县长啊 对比较强的 黄建廷 黄建廷 比较强的人都没有移去高雄啊 所以我也看不出来他可以找谁 但是民众党就有一个 至少是一个蔡壁如啊 对不对 鼎鼎有名 鼎鼎大名的蔡壁如 那就让他内集下去选好了 来不及了 至少蔡壁如是签了户口了嘛 所以看这个民众党的这个作为 看起来是他们根本就从大数据分析 韩国瑜就是被会被罢免掉了 所以呢 你看他在周末 不只是陈佩奇出手 陈佩奇出手 每次柯文哲都假装事后才知道 实在难以令人相信 而且柯文哲还模仿 陈时中要降低陈时中的威力 另外一点就是这则新闻 其实其实这个当事人因为落选过好多次了 那谢立功 谢立功是马英九的人嘛 当时为了这样子 谢国梁都还跟马英九这个翻脸了 对不对 那所以要请教一下义父 这个真的是本周末的 或是最大的政坛的笑话吗 柯党用了一个 你看李明贤会不会忧心吗 李明贤一点都不忧心 他们都假装忧心 国民党好高兴送出去了 你很忧心吗 应该很高兴吧 李明贤你们很高兴吧 你们很高兴送出去了吧 没有啦 总是人才被人家挖走了 他是人才吗 不不管他怎么样在野党民众党 跟我们来讲都还是有竞争的关系嘛 讲的好忧虑 其实是假的 你要知道说2018年那一场选举 国民党中常委里面呢 曾经有人提案 甚至于要求要撤换提名人 就是说有哪些人 根本提完名以后就不跑了 什么什么什么 当时好像基隆也被写在里面 当时好像基隆也被写在里面 那基隆当时谁在选 李明贤应该很清楚 那时候吴敦毅 吴敦毅当党主席 开玩笑 李明贤是党内的重要人士 有要提了 后面没有提出来 但是那个提案有流传出来 上面就有写了两三个地方 其中一个是基隆嘛 所以要求党中央要处理嘛 那不要忘记了 谢力公请问一下 如果今天大家没有提到谢力公 谁还记得谢力公是谁 这民众党这个 我实在不好意思打这个 太过于常衰 谢力公有什么 谢力公有什么政治 或是有什么策略呢 以往他选过去 我们都看不出来 你明显面部表情十分坦然 我很严肃面对这个事情 对国民党来讲是不是危机 是啊 随便又挖 危机就是因为他每一次以后 民众党像谢力公这样的人 他如果在基隆也要去选下任市长 那就表示是那个基隆的 民进党的蔡世英就稳当选 如果民众党是用这种做法的话 那那个啊 他就是吃掉你们蓝营的票 我讲的 譬如说国民党当初跟亲民党 有没有国民党很多政治人物 跳船到那个宋楚瑜那边 但是说你面对民党 民党是完整的一块 那在野的势力就分裂啊 可是问题是 柯文哲有末绿的背景啊 这个跟那当年 跳到亲民党不一样 那个黄蓬笑也从国民党 跳到亲民党过 那人家不会怀疑他这个蓝 那多数人还有认为柯文哲还是默律吗 哦 所以 柯文哲也在修正过 你的举例有一个问题 当初国民党跳到亲民党的过程当中 去选立委选议员的人 基本上都是一方之霸的 都是人才 都是神员啊或是什么 那现在你 光讲刘文雄好了 你也要有 背后要有实力的嘛 你挖一个象征性的干嘛呢 如果后面都有 就说这时一开始 后面有骨牌效应的话 那就对国民党是很大的问题 第一张牌那么弱 那后面就没有骨了嘛 当然还没有啊 所以民众党的这个选择 可见得 对于国民党来讲是短空啦 说不定是常多 不知道 但是这个党在这个罢免韩国瑜的混水当中 想要抢韩粉 对啊 然后我们之前帮国民党清一些 他们不要的人 你看多开心 帮他清 你讲的帮他清他 不要 你们不要见凤擦身啦 那行始绝交不出二言 国民党是装的啊 国民党其实私下好高兴哦 最好你把他收走 三流四流人才都回到那个民众党去 但是回到这个韩国瑜的阵营 那要请教志宏 他的那个打电话去叫人家去 去那个不要投票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那个是他打给一个选民 然后那个选民回拨那个电话 对他选民就回拨之后 把他录下来 你放给我们听 今天就是在来之前的时候 收到的这个录音 可以放出来给他听 嗯 去党部你好 喂你好不好意思 请问 呃 郁信仰 请问那个 昨天我们家电话有显示这支 请问这里是哪里呢 啊我这里是左南去党部 什么样的党部啊 国民党 哦啊 请问一下 呃 打我们家里有什么贵事吗 哦 拜托 说你韩市长拜托你们 6月6号 请不要出去投票 哦 不能出去投票 那请问 您您您归信啊 我怎么通过您 我说我是职工 哎 职工 哈 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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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那里的职工啊 是是 哦哦哦 OK 是什么时候啊 投票 啊6月6号 哦哦哦 6月6号 哦哦哦 请不要出去投票 哦好好好 出去玩 出去玩 出去百货公司 催等去 哦好好好 那我了解了 对他就是 他们是在左南去党部是派人打电话 而且这个人啊 就是按着电话的这个 嗯 施打家 这个室内电话 然后他回拨了 他还接 诶 这还是有打电话部队呢 所以人家反罢免 动员那还蛮强烈的 还有职工啊 对其实那个韩国瑜讲说五部根本就是又是又是两面手法 没有认真去执行五部 一方面呢 请这个党部去做行进行反罢免的动作 但是其实高雄市民很聪明 他知道说这电话打来 想说回个电话 知道大概是可能国民党党部也把他录下来 知道这个过程 其实就知道说整个国瑜机器 这个国民党的党机器 动得非常的厉害 那市民呢就是觉得说为什么他家的这个电话号码会出现在你们党部的体系里面 这个也很奇怪 但是他是电话号码部上的吧 有可能他就打室内电话 打回拨之后 所以我觉得整个就是韩国瑜他现在就是那个阿波进出 而且乱出招 乱出招到最后市民非常的有智慧 知道说什么东西是真的 什么东西假的 所以韩国瑜市长这样用欺骗的方式已经不会得到市民的支持 而且会适得其反 张孝岩现在做很多跟两岸有关的事情靠着他是蒋家人 对 蒋家人我去过宁波我开过会 就是蒋家人的光环至少在两岸之间还是事实存在 所以你们年轻一代听到这个有点觉得无法想象 但是就像朗东讲的嘛 蒋万安如果将来他要更上层楼 别人要更蓝的韩粉支持更多的韩国瑜要挑战他的话 你不是蒋家第四代 不只蒋万安 关系到这个张孝岩未来的所有子孙 蒋家的子孙 志宏 都变成说是 这个蒋家一脉相 蒋家应该出来验一下 爹为了蒋经国的清白吗 如果真的验出来不是 是王继春的多好 不是应该要自己没把握 他们自己也没把握 他可以验说是不是他蒋经国的 他很难验说是谁的 那又跟郭丽博的儿子去验 有一种方法是郭丽博的儿子现在在美国啊 他可以看到我们的电视 对不对 这个郭怡熙先生 他是蛮优秀的专业人才 他现在移民到洛杉矶去 学化学的 对 那这个 这好无聊 你那时候为了两讲日记要不要公开 就说他们蒋家那部家族自己都搞不定了 现在蒋家有没还在告蒋方质疑 所以还在提告 这些真的涉及到家族 当然我大家都想知道答案嘛 可是这些很多都是历史的公案的 这些我觉得很多 什么历史公案 公案未明啊 你这个想要问什么话 他家族还在台湾耶 蒋方质疑不知道这一篇我是相信的 否则的话他当时就拿出来 拿出来一刀毙命 第二个 那为什么说 蒋方质疑懒得看他公公的日记 为什么后面十年不见了 因为蒋方质疑住了家门以后的 他就不愿意让人家看到 他宣称说是79年以后他身体不好 没有写日记了 他是说那个蒋方质疑入家门 不愿意他自己也被看到 所以你说79年以后是落在蒋方质疑 可能会骂他的媳妇 跟他入门以后的都不见了 入门以前的 可能会骂蒋方质疑 跟他无关嘛 对不对 那现在这些是真的吗 蒋经国的日记是真的 因为Stanford那个啊 日记是真的 图书馆不可能收假的 笔记当然是真的啊 内容是不是真的 蒋家人当然 写的日记要给他爸爸看 所以还要说谎 这个蒋家政权可以好好拆解 有学者这么认为啊 日记是让他爸爸看啊 有很多学者是认为他是写假的啊 对啊 这根本就有黄家嘛 以前的皇帝家那边 尔虞尔炸的 蒋介石还要批他日记耶 这对很多籃子来讲 蒋介石过世以后的日记 那个蒋经国的日记 写的真话就多了 75年他才罵 他罵那个 蒋宋美临 对 他罵蒋宋美临 罵得很凶啊 罵得很真实啊 罵蒋宁翔 罵许庆 对 然后之前都写的好乖啊 我怎样怎样 然后到了这个 这个蒋介石过世以后 写的都是很自然 有点像现代人在写脸书一样嘛 有写脸书写给谁看啊 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 可不可以调查一下 我因为这种历史 真的是我们当年还没出生 都是比较现在看这种心情 觉得可能真的需要对 还在从政的像蒋宁安来说 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当然了 对蒋宁安来讲要厘清真相 对他的仕途来说 那他一方面又说 蒋宁安不是讲假做主的人 对 他也不是做主的人 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这个问题 当年这种日记到现在这种的问题 应该是蒋宁安 可是对国民党来讲 他们不想知道真相吗 可是对国民党来讲 可能会很在乎 可是对一般社会讲 大家比较是看怕挂的心态 在看这件事情 你会觉得说 原来不是你生的 那个是谁生的谁生的 到后来很像在看那个 营具新的代表 你不觉得三十年以后 就会有一个 蒸环钻之流的东西出来吗 可能是 邮政美大际 他显成的那样 蛮适合拍一个八年党字 这又比较台说 台说还有谁记成 还有像那个 那是钞票啊 因为有钱财 奖金国因为手上没有钱财啊 所以就没有记成的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